学过唱歌 vs 没学过唱歌 不会唱歌的人 会唱歌的人 怎么样从不会唱歌蜕变的唱歌超好听呢 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 养成听歌的好习惯 在听歌的时候呢 一定要一句一句的听清楚 原唱唱的是什么音 熟悉了歌曲的旋律之后呢 再轻唱一句句练习 自我调整纠正 第二步 培养语气感 我们可以把歌词打印下来 然后呢 再去了解歌词的大意 用上情感去朗诵歌词 注意一扬顿挫 这世界那么多人 人群里 敞着一扇门 第三步 了解歌曲的创作背景 比如墨河舞廷这首歌曲呢 是作曲者 他是以舞厅里面的一位独舞老人 以及他在大湖里面失去的一位爱人的故事 为创作背景 那么整首歌曲的情感基调呢 是比较悲伤跟无奈的 在听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参考原唱的细节处理 以及呢 可以把歌曲的旋律的强弱 把它标注出来 那在练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一句句的去注重强弱的表达 那么在真正投入情感去唱的时候呢 你的歌曲自然就会有起伏啦 关注我 学习更多唱歌技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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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